香港的燒鵝 現在大部分都是電爐燒的 傳統碳燒的做法 雖然賣少見少 但依然有人堅持這樣做 這間酒樓始創自1942年 在這裡吃到他們自家製的 正宗碳燒燒鵝 入行超過30年的鄧立新師傅 掌管這間老字號酒家的燒尾部 自力保持食物水準 吸引遊客無名而來 鄧師傅,你好… 你們的燒鵝真是軟禁辭名 教我們自己 鵝已經冷了,要塗在裡面 把脂肪拿出來 對… 清掉的話,我就難熟了 對,這些油,它的底部也有很多 大油是否可以留下來煉鵝油 沒錯 這個醬也… 很多種材料,很多種材料 很香 你教我,我替你醃嗎 畢竟醬,要稍勻的 稍勻 做燒鵝,有黑中鵝、馬剛鵝 還有絲綠鵝 是 你們用哪種鵝 黑中鵝 節用期就到了九十日至一帝 很夠日子 好,師傅 進了醃料,接下來的步驟如何 就要逢針了 是 你放在尾部 尾部,現在先針 先針 對… 你由左至右就可以 由右…右至左也可以這樣 好,現在在四周後,現在有煮過 對,現在要有煮過濃度 所以我再拖水,不用太久 這鍋是在收緊的嗎 在收緊的 就是在收緊的 是,在收緊的 燒起來就比較香,脆一點 沒錯 上皮水,杯子… 是 下中位再拌兩下 很漂亮,這樣拌得很均勻 師傅說是用碳燒的 碳燒,它燒出來的鵝皮香 還有我們現在使用雙淨龍 逼了底下的脂肪,讓它更融化 更脆 請客必吃18道菜,必吃燒鵝 這頓我們吃正宗炭燒黑中鵝 來,哥哥,起筷 以前普通老百姓沒有燒鵝吃 因為燒鵝是皇帝才能吃的 但相傳在南宋的時候 有個皇帝走爛,來到南方 現在帶了御柱 最後宋朝覆望,御柱找了一條村落腳 於是開了一間燒鵝店 以後平民百姓都能吃到這麼漂亮的燒鵝 起筷了,別客氣了 起筷了 很香… 淡香味 還有肉質很嫩滑,一點都不狹身 鵝油的味道很甘香 加了酸梅醬,來咬翻風味 它將油來這樣減低了 而且好像有酸梅醬配襯 你會更加吃到鵝肉質的味道 配料之類的,好像更突出了 這隻鵝胸很嫩滑 而且你會感覺到有些汁滲出來 它很汁 還很汁,不會乾 因為燒鵝很有名,真的有原因 剛才你說的,長哥 炭香味很重 蜜汁吊燒鵝掌摘 50年代非常有名 裡面包著的食材好像豐富的一種 除了有半肥瘦叉燒之外 有鵝肝腸、鵝胸肉和新鮮鵝肝 在外面包著一堆很堅實 很爽口的鵝腸 你說手工不是繁複嗎 真好吃 寶哥,下次請客可以來這裡 這間酒家有80年歷史 不僅是燒美做得出色 是 其他的懷舊粵菜一樣做得這麼好 長哥,謝謝你 謝謝 除了燒鵝,香港人吃叉燒 真的從小吃到大 除了自己嘆之外 有時候斬料加菜,招呼客人 也非常普遍 做叉燒,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出色 但我想起一位食神 食神梁文韜,大廚兼美食家 他主理的酒樓以手工點心 傳統維川菜文明 曾經連續11年並獲米芝蓮推介 韜哥,很棒… 你好… 你今天來到,我沒什麼招呼你 這個就是拖地沙燒 長仔,這裡是肥的 是 我吃了之後,到你吃 你吃完之後,我看你有什麼感覺 好,好吃 為什麼呢?因為有嚼口 是… 嚼口是軟的,不是固定的 再加上肥肉 肥肉會怎樣 肥肉很香 而且不軟,有點爽口 沒錯 變成質感 有肉的軟,有肥肉的爽口 油香 對 多數一般肥肉都是軟的 是 它爽口的 怎樣肥肉會爽口呢? 問專家 這個就是多地沙燒的 還有一個醃料 醃料是青木瓜、切片 多一點酵素的汁 雞蛋、蒜蓉、糖、鹽、豉油 很多人不懂用青木瓜 多數會用鬆熟粉 一鬆熟粉放進去 它是鬆的,裡面的纖維散了 這個就是拖地叉燒 叫做挑骨腩 外面有層皮 一定是骨腩,一定會連上皮 中間會有一條條骨 一條骨腩 是… 所以一斤骨腩,沒理會 對,去皮、去骨腩後 只剩下11、2 為甚麼它叫拖地叉燒 你看這隻豬 這隻是肚豬 是 它的腩子差不多到地下 因為它這個部分差不多到地 所以人們叫拖地叉燒 就是用這個部分 有八條半粒骨 有人說,你多燒一點 全都給你,都是八份 所以現在沒有人做拖地叉燒 我來做東西,你看 如果有些師傅不習慣 他也不… 我不會做 謝謝你,韜哥 別客氣了 謝謝你,喝杯…